中華大學競技啦啦隊熱情開場 為新竹市帥物杯3對3鬥牛籃球賽炒熱氣氛 今年的球賽吸引了220支的隊伍參加 同時也邀請工程師球星跟民眾一起互動 其實在新竹地區也有我們的 新竹玉鼎工程師的直籃隊伍 還有我們的高中我們的光復籃員 所以對於籃球的運動來講 新竹市政府一直致力的在推廣 所以我們今天的活動也非常多的市民 踴躍地參加 另一個方面對於我們新的稅制上路 也有達到政令推廣的一個效果 今年的賽事分為少年 青少年 青年 社會 以及新增加的壯年組等9個組別 當年的賽事也是新竹市副市長邱成遠 代理新竹市長的第一個公開活動 在他的開球下展開了一系列的賽事 今年有220隊的隊伍參加 我們今年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們增加的賺年組 就是50歲以上的年齡可以參加 讓擴大參與的成績 存房稅2.0在今年7月1日將要 已經實施了 增加多屋者的負擔 減少自住的稅庫 是我們政府推動居住正義的重要的一步 今年房屋稅2.0政策在7月1日實施 多屋重稅自住減稅是政府推動居住正義重要的一步 同時也結合了籃球運動 增加民眾對稅務心智的了解更關注 記者萬事鏈採訪報導 記者萬事業所提供的 記者萬事業所提供政府 提供出的